我休息好了 赶来的 最近在忙的什么呀 最近拍一些的东西 新落地点 新作片大概什么时候出来了 我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有什么礼物来的 人来了 然后礼物我就 这个私下再给他吧 是红包吗 我很穷的 你不知道吗 反正我们这么好的朋友了 也不需要太直接的那种礼物 我觉得因为有跟何大宝是 特别特别好的 算是 知己 对 他很懂我 我也很懂他 那最近刚才说 你在拍自己的东西 是MV呢 还是电影呢 我工作的事情就 反正自己在自我吧 就低调的进行 我想先做些作品 苏星刚才说新作品 不知道什么问世 是因为合约的问题吗 还是 今天婚礼 我就不谈我的工作了 我就应该 反正我是来祝福他了 希望他开心 然后我 但是我很感谢他 在我 不是很顺的时候 何大宝是 有一次主动来我的酒吧来看我 我觉得还挺挺 挺温馨的 他跟他的姐姐姐妹 啊 啊 就是伴娘嘛 瑞凤嘛 他们跟他们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种朋友是让我很受鼓励的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到 其他的东西 我就慢慢来了 就因为大家其实还确实很关心你 包括你的事业的发展 你可以适当的别人 对你的后悦 你大家可以当点心 我其实都有在微博里写 因为我其实把我的 如果我自己先拍东西 我自己的小团队 或者我的一些心情啊 记录啊 我都会在微博里去写 因为我不想要去 我说实话 我不想去再去消费的事情 从我发了声音之后 我到现在我没有一次去提过这件事情 包括今天我是来祝福他们的婚礼 我也不想去多说 反正我就做这东西 你是要成立做好一个工作室吗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 就是要就等等看吧 因为该就是像我之前讲过的事情 已经在程序上 但我不能每天去更新一下 这个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我实在不想拿这个 再去让人家觉得我去再说什么 我大大事实把我的做成做好 那自己有没有就是准备好 就大概多长时间之后 会给工作人员 就是说一下自己心情 不是完全我能决定的 对 但是还反正 觉得人重要是一个方向跟状态 不是说你现在一定要马上达到什么位置 或是有一个完备的团队 或是说一个怎样的 我就觉得慢慢来吧 不着急 对 那在大宝在这个华谊发展的 最好 你们大宝关系 有没有好看 摩拉 你还会有华谊吗 没有 没有吗 有没有讨论过这样 也没有 很多有一些找我聊的一些朋友 但是我很接受他们的这种 就是看得上我吧 划算一些关心 但是工作的东西我也觉得慢慢来 不想 也不想去投入台湖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来这个场地觉得这个场地怎么样 这个场地好绕啊 从停车拿VIP证到这边还蛮久 而且这么多媒体我也没想到的 我说实话这应该是我 哎 真的可能是半年大半年第一次就是有媒体朋友来 但今天是为了何大宝的婚礼 所以我还是希望把中年放他婚礼上 你现在自己状态怎么样 OK啊 除了昨晚跟朋友信生稍微有点疲惫 声音有点哑 然后今天那个又一早赶来之外 跌的还好 现在很享受幸福 那真没关系 那真没关系 那个那不一定是我的呀 哈哈哈 对吗 那那个酒吧的生意怎么样 还好吧 嗯 那你自己会经常过去哪里吗 那 那 那有什么别的事的吧 反正 哎那今天有呃让你再住回来的吗 就是可能赶不到 然后让你给回去再住 嗯 没有哎 我一般都读来读往的 然后也太好 那给自己的酒吧也没打打广告吗 大家都 我不打广告 我也不想给我的酒吧打广告 我也不想给我的作品 或者我以后的工作计划 有任何的去透露 或者是说宣传 我就是来祝福他 然后呃 我的事情我也很谢谢大家关心 我觉得随到取成 也如果我要是出来的话 大家也会看到 我也不多说 那天会接着他们俩说 又做不得话了 呃 哎我真的我觉得这个 他老公特别好 那这个男生我非常的 我们喝过酒聊过去 很低调 很踏实 我觉得何大宝适合他 他们互相也是非常配的一对 所以何大宝新婚快乐 呃 拥结同心 那自己的自己的问题呢 想不要这么聊 我我这么新闻我吧 我现在应该是叫做 呃 单身大龄北漂 所以 我觉得我这个状况也不是特别好 我现在我也没有太太多这方面的想法 好好 这东西 所以就 你们看怎么怎么 花他们也不走 没有啊 没有啊 红包这种东西 这个我自己就私下运作了嘛 就没有必要那种 但他哎呀 谢谢你